今天天氣很燙 未來會如何變化呢 氣象樹就發佈三月到五月的天氣有色 有過真的氣溫是正常偏溫暖 雨量是正常到偏少 如果今天是冷到是正常冷天 氣象樹的體制 穿過的天氣變化這麼快 明天才開始有個月降溫囉 天氣的消息冷靜一直到禮拜日 處理頭 台北市在我中島高溫 已經二十八度 有過以上高溫 可能來到三十二度 不過稍若像夏天的天氣就有百日 白沙再去後面報導 氣溫開始有感激感 北部地區我們預估今天高溫 在三十二度左右 可是明天清晨是明天的最高溫 明天清晨高溫就只有二十三度左右 甚至到星期四的時候高溫就十四度 白沙去後面通過 跟共和大陸連氣團都染 白沙伴階 昏南 昏禾區當山 受點的感受會一直影響到百日 去上市發佈上新春季天氣電網 稍後來天氣系統快速增加 如萬五 連氣團 露南影響台灣的紀律 如果電網三到五月 有這氣溫依正常偏暖 落後第三到四月 可能會偏旧 那在雨量的預報則是以正常 至偏少的機率較高 不過我們特別提醒 因為五月份已經進入到我們台灣的梅雨季 所以相對而言它雨量的預測不確定性是變高的 回國剛才過的冬季 起上市通計氣溫是1950年來 第六月 落後是第五週 進入春季後 三月是傳統的大水旗 也許是小寶寶跟金馬 才會有農務的規則 提起民眾最佳用水 注意交通主信 記者總法不得